- 想弄的年輕人不要回頭 - 肯定有樣子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 《請問486》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傑西卡 依蘭縣長林茲廟的土地貪污案 經過法院兩年的調查審理 在日前也就是10月23日的時候 終結辯論 那檢方向法院求刑20年的有期徒刑 侍奪公權5年 那本案是預計在今年的12月底 一審宣判 那林茲廟身上除了土地貪污案之外 其實他另外還有像是洗錢 偽造文書財產申報不明等罪 那縣長包含縣府的官員 總共是15個人被起訴 那包含他的女兒也就是林毅玲 也是被求刑12年 侍奪公權4年 那林茲廟的特殊洗錢罪 是再被求刑兩年六個月 還有病科兩百萬元的罰金 然後沒收不罰所得 如果林茲廟一審有罪的話 根據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他就是即刻停職 那林茲廟的這個案件 他是審理了兩年之後 才終結起訴 這個過程之中有哪些爭議呢 我們今天很高興的邀請到 節目的老朋友黃定 黃律師來到現場 大家好 那我們想要聊聊 因為這個案件兩年嘛 他才終結起訴 這個過程之中 是不是有哪些爭議的問題 兩年大概大家會比較質疑的是說 怎麼會判 從起訴到即將判刑 因為今年年底才判刑 那拖過他任期過半了 怎麼會這麼久 因為其實林茲廟案是比高宏安案還要早 大家如果印象 當時在檢察官檢連在辦這個林茲廟案的時候 那個如火如荼也都約到宜蘭地檢署去付訓 那媒體也都有報導 但是他的等於是起訴之後的法院審判進度 其實相對其他的一般貪污案件來講 是落後的 那為什麼這種案件 他是有應該說時間上面的比較的重要 是因為公職人員 尤其像林茲廟是縣長 然後跟高宏安市市長 他們這種案件 他的時間 他們策略上都會硬拖 因為他的任期 跟他任期有關 我如果能夠拖越久 他的首長可以當越久 因為一審的宣判 照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他只要貪污判有罪 他就是停止 就像高宏安現在的狀態一樣 他就是一判下去就停止了 那所以很多的縣市首長如果涉案 當年的李朝青也是那種概念 就是說我如果在任內 有這種貪污起訴的案子 他都努力去拖 希望法院不要判 因為他只要一判下去 他有可能這個首長的位置就停下來 他沒有辦法繼續當 所以林茲廟案 他拖了兩年多 這其實是很多人會質疑說 怎麼會拖這麼久 那我們回顧這個本案來看 就是說林茲廟其實目前被追訴 剛剛主持人特別講到 他有幾個刑者 檢察官會說 那我具體求刑20年很重 他其實因為他裡面涉及的一個犯罪 是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的這個犯罪 那這個他檢察官在裡面的論述是什麼 他說你林茲廟當時有給一些地主 一些特定的地主 一個他們可能親近的人 這些地主啊 讓他們免科稅 去用縣服的力量去運作 讓他免科稅 那他用這樣的一個公權力的行使 他的對價關係是什麼 這群地主在林茲廟要選 那個縣長連任的時候 讓他做競選總部 那個土地讓他做競選總部 那就是你一方面行使公權力 那一方面獲得這樣的一個搭建的利益 讓他做這樣的使用 然後檢察官在裡面的換算說 你至少這個免費的使用 跟搭建的利益就是240萬 所以公權力跟不正利益 形成對價關係的時候 他就是貪污之罪條例裡面最重的犯罪 這條犯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重到無期徒刑 所以他是整部貪污之罪條例最重的犯罪 那這個部分可以讓檢察官在這邊可以跟他說 因為10年以上嘛 然後如果再加計其他的犯刑 他就給他整個說那我求刑20年 那求刑的意思不是說判刑 求刑是檢察官認為說 你林茲廟當縣長 你敗壞整個官場的文化 那你這樣的一個行為 他認為是很嚴重的 所以在10年以上到無期徒刑之間 他取了一個中間數就是20年 那這個20年其實也算是重罪 那林茲廟他裡面還有其餘的部分 是檢察官在提起公訴的時候 他說你這邊要長年從政有30個人 他查到他有30個人頭帳戶 30個人頭帳戶裡面有涉及到相關的金流有3億元 他說這個是非常 我們本來看是數千萬元 那個是這一次判要在審理範圍 他說他長期的都有這些帳戶在 但是他後來數千萬元是在這一次起訴範圍 要開庭審理的那個範圍 他說他的數字也是當縣長三年多 這個相關的金流有7000多萬 然後後面他裡面認為說 有這個不明財產2300多萬 什麼叫做財產來源不明罪 財產來源不明罪 就是說在貪污之罪條例裡面 他說如果一個人他涉及到貪污案件 他對於他的財產的來源 他有說明的義務 正常的公子其實很容易算他的收入 因為他的法定的 對法定就是月收多少 那如果他有些投資項目其實投資你 譬如說買賣股票啦 或者是有相關的其他的業外收入 譬如說有時候上節目 政治人會上節目有通告費 或者是他出書會有一些版稅 那些都是合理正常的來源 但是當這些合理的解釋範圍以外 沒辦法解釋的 他就會化歸為貪污之罪條例裡面的財產來源不明罪 那林治廟的這個2000多萬 就是說檢察官在這邊論述說 這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換句話說就是說這些錢不知道誰給的 或者是這些的給的 他跟公權力的對價性不好建立 不好建立 我剛才講的 如果是貪污之罪條例裡面的違背職務收賄 或者收受不證利益 他前提是這個錢跟公權力是有對價關係 那他為什麼要處罰最重 是因為你掌握國家公權力 你掌握整個縣府的資源 那個你就應該是依法行政公正的執法 這個是法律上的要求 那你不能拿這個去賣 那個給你當縣長不是讓你拿權利去賣的 那你把這個東西拿去換得自己的好處 這件事情就是法律上不允許 而且給他可語罪重 那財產來源不明罪他相對是比較輕的 那為什麼他比較輕是因為他找不到他的對價關係 但是你那個錢又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來的 所以他還是要判刑 他還是會有刑者 只是他沒有像違背職務收賄罪這麼重 那這個案子其實 大家不要關注說 哇你十幾個包括很多處長 當時也被收押禁見 就他身邊的這些人 然後他的家族包括他的女兒 然後一堆親朋好友 全部都有 那這一個案子就會被關注說 哇你整個宜蘭縣政府 連局處首長親信 然後到你的家人全部都涉入這個案子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覺得對民主勝地宜蘭來講是一個重創 也就是說大家過去對宜蘭的印象就是 哇那個民主的整個文化很好 然後大家對認為說 宜蘭就民主勝地被這樣子做俗稱 結果來了一任縣長 而這個縣長的家人 也跑進來跟案子有涉及到相關的金流 相關的證據 甚至在喬事情 然後他的局處首長 也被發現說也從 等於是共犯 整個變成共犯結構 所以檢察官在這裡面論述說 這個對整個 應該算是官場的文化 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他認為這個是惡性重大的 所以求行到20年是這樣的原因 等一下標動投降吧 到年底的宣判其實大家在關注說 會不會判到像20年 那會判多少 其實檢察官在這邊論述 他其實也想說服法官 能夠判到像他所求刑的那麼高 那會不會判這麼重 當然是法官的他自己的一個裁量 他自己的行政的範圍 那他會不會判有罪呢 我要這樣子講 以這個叫做貪污起訴定罪 就是說檢察官起訴貪污 然後法官要判貪污有罪 這是貪污起訴定罪 到去年的最高檢察署公佈的數據 最高檢察署他有一個統計數據 他說全國的這個貪污的案件 檢察官提起公訴 法院判決有罪的貪污起訴定罪率 到去年是達到百分之百 那是大概史上新高 就去年公佈的這個數據 那史上新高的意思是什麼 你只要起訴貪污 幾乎就沒有空間判污罪 那高宏安案就是典型嘛 高宏安案就是典型說貪污起訴 然後後面判有罪 林之廟如果現在貪污起訴 然後法院即將宣判 只要判有罪 他的縣長的身份立即停止 那後面可能就是副縣長 或者是內政部這邊會做判指派 或怎麼樣 這個是後面在地方制度法上面協調 但只要貪污判有罪 今年底有可能就看得到 林之廟不再是現任的縣長 就先停職 然後到了二省的時候 如果又有罪的話呢 就解職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要到解職是要定驗啊 要到定驗 所以他不會說 他停職就是他不能行使現場的職務 就跟高宏安一樣 他是像留職停薪這樣子嗎 本來會給 本來他有幾乘 那六乘星啊 會給六乘星 但是高宏安案的時候 我們的內政部就講說 他都沒有 即使是這些人他因為貪污案件 然後你還給他六乘星又不用做事 並不合理 所以內政部就把過去說 要給幾乘星的這件事情 把他擋下來 所以就不給薪水 那不給薪水這是合理的啦 因為他就過去是說 如果因為涉案停職的首長 那首長包括縣市長 包括鄉鎮市長 他們都會有說 他要一些生活上面的照料 所以他們在打官司的過程裡面 雖然停職了 但是因為他畢竟尊重他是民選的 所以還會給他六乘星 這是過去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案例 但是到高宏安案開始就說 內政部也考量說 高宏安名下存款其實也不少 他不是那種會突然就 因為打官司然後生活陷入困頓的人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國家不需要特別照顧他 所以就不用 那林之廟的資歷 從那個案件看起來 千萬來千萬去的這種情況 我想他也不需要特別照顧他 所以如果他被他犯貪污 有罪而停職 可能那個六乘星也不見得會給他 就是後面 那他停職就是 好好去面對他自己要面對的官司 所以我們從林之廟的 這個即將宣判的貪污案件 來看他停職 那其實馬上就停職的案例 就是新竹的高宏安 那高宏安的停職 其實我覺得傷害最大的就是新竹市民 因為投票選了一個貪污犯罪被判刑的人 然後就突然就沒有市長 這個市長就 大家投票給他浪費了一樣 應該說高宏安當時的貪污案件 其實跳出來挺他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講了一句名言 他說要貪污不會貪那麼少 後來 這大家回來看柯文哲 看到他USB 發現他是有資格講這句話的 因為他裡面的金額 什麼大亨的 三百五百那些 高宏安當時被起訴的 這個貪污所得是四十六萬 他貪助理費 把助理費拿作公積金來自己用 所以柯文哲說 他要貪污不會貪那麼少 結果真的是柯文哲最有資格講 因為他裡面的金額都都不是這種幾十萬的 都是三百五百 甚至是小審就是審信金一五零零 所以柯文哲他目前被收押禁見 其實很大的因素就是他涉及到的就是收回 這些錢尤其小審一五零零 小審一五零零在USB裡面 柯文哲方去辯稱說這個是時間 一五零零是下午三點 我覺得柯文哲害了很多人 包括王玲玲 包括謝國良 害了一個東方文華的董事長 全部都被他害 為什麼 他們都被檢察官早去作證 他們都當證人 連謝國良都是 當證人他們要證明什麼 證明說那個名字 後面的數字到底是不是時間 譬如說王玲玲如果是五百 那是凌晨五點跟你見面嗎 不是嗎 是錢嗎 同樣的對於這個 這個謝國良 謝國良還公開 先講說沒錯 我那個是兩百萬的政治獻金 他公開講 他算是首個公開對外講說那個 那個真的是錢 二零零是謝國良跟你 柯文哲凌晨兩點見面嗎 不是嘛 謝國良就公開講那個就是錢 後來謝國良也被傳去北捐當證人 那也就是 謝國良其實就是戳破柯文哲兩點 第一個 柯文哲在講小審一五零零是時間 謝國良跟你說二零零就是錢 不是時間他打臉他 而且這些大亨這些很多政商名流去作證 十幾個至少被媒體掌握十幾個人去作證 每個都說是錢 所以你小審一五零零根本不可能 像柯文哲講的是時間 這第一個打臉 第二個打臉是 柯文哲在大家質疑 他政治獻金疑雲的時候 他出來記者會嗎 他不是講說沒有任何一毛錢進自己口袋 結果在USB的私障 至少謝國良就戳破他 我跟你兩百萬的是政治獻金 結果那兩百萬政治獻金 沒有抱進民眾黨的政治獻金專戶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進到你私人口袋嗎 你說不該拿的錢沒進到私人口袋 謝國良就戳破柯文哲謊言 至少兩百萬是給你之後 沒進到政治獻金專戶 那沒進到政治獻金專戶 柯文哲他至少有三個部分的刑者 我先不要講精華城案的貪污 這個三個部分刑者 第一個是說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你要法定要給政治獻金 要進政治獻金專戶 你把他拿去做私人的使用 沒有進法定的賬戶 他就一個三年以下的徒刑 那同樣他理論上 謝國良說他是捐給民眾黨的 他們家族應該說他媽媽 捐給民眾黨 人家要給民眾黨你把他拿去私用 那是侵佔 侵佔了民眾黨的錢 還有背信 因為為什麼有背信 柯文哲是黨主席 黨主席要對你自己的政黨 付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然後要經營 他是為了一個法定的任務 結果你違背了你的任務 而把錢挪作 跑到自己的私障 這個還是背信罪 所以背信侵佔 跟違反政治獻金法 光是這個刑者 就已經有好幾條刑法 而我們目前的刑法設計是一罪一罰 謝國良只承認其中的兩百 還有我剛才不是講的 還有博弈大亨的三百 還有東森相關被傳去的五百 周刊寫了好幾條一罪一罪一罪 光是這一部分的刑度 柯文哲就受不了了 就是他的刑度已經很難計算 後面他還要面對更嚴肅的 這個違背職務收賄罪的問題 我們看到應小偉 他被法院裁定延長羈押 延長羈押裡面有幾個室友 就是說他涉及的就是違背職務收賄罪 這部分是跟柯文哲的犯罪 罪名是一樣的 他在裡面其實他的情節 還沒有柯文哲嚴重 為什麼沒有那麼嚴重 是因為他是議員的職權 議員的職權去收了會款 議員的職權頂多就是施壓嘛 然後去施壓官員 誰做決定 當然是市長 所以市長他才是權力更大的人 而在這裡面 應小偉還沒遇到有 行賄者認罪的情況 為什麼這樣講 他對應柯文哲是因為朱雅虎認罪 行賄柯文哲在喬進華城隆基 所以才會有說什麼 簡訊被掌握 什麼七個人頭210萬 然後李文忠還回他說謝謝將軍 這個對話都截圖都有 那所以朱雅虎還認罪行賄之外 他還有去跟柯文哲跟神經經有密會 有密會 那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密會的內容 你明知道跟隆基有關係 然後你還收受他的不法利益 哪怕名稱叫做政治獻金 我看民眾黨一直在變稱說那個都是合法的政治獻金 都是依法申報的政治獻金 我可以問一個民眾可能有疑惑問題 因為我是一般民眾 那我的疑惑就是像這種政治獻金 既然我說這一筆比如說200萬是政治獻金 那照理來說 他不就是應該是直接匯入那個專戶嗎 對那210萬是進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 是這樣子進去沒錯 因為他找了七個人頭 每個人頭出30萬上限 然後匯進去 然後這人頭裡面七個人有五個人認罪 所以他們只是人頭 借人頭去匯入這個帳戶 那匯入帳戶 進政治獻金的內容 不論他的名稱叫政治獻金 或者進私帳 他是概念是一樣是不能跟公權力有對價關係 哪怕他的名稱叫政治獻金 進到政治獻金的專戶 但是他如果跟公權力 譬如說我去僑隆基 市長僑隆基 僑完隆基之後 讓我負責的政黨 因為黨主席是柯文哲 我的政黨可以獲得這樣的一個不法利益 他一樣是貪污之罪條例裡面的違背之物收回 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過去很有名的陳前總統的案子 從陳前總統開始 那個時候最高法院的見解是什麼 他說裡面的估家去抗辯 相關的抗辯都說那個是政治獻金 最高法院下一個判斷是說 你這個錢 只要錢不論他叫什麼名稱 就算叫政治獻金 跟公權力有對價關係的話 一樣算收回罪 所以最難的其實是去證明這個對價關係 沒有錯 然後後面這個見解延續到立委集體貪賭案 大家有沒有印象 當時有一個李恒龍 搜購的那個行賄的 為了搜購的這個案子去行賄 徐永明跟陳超明 徐永明的情況是 他沒有拿到任何一毛錢 但是他有約定 他當時在立場黨主席 所以他說他要募款 那行賄方有講說 那就給你幫忙喬公聽會等等 給你兩百萬 那他還沒拿到錢 這個案子收網 所以他還沒拿到錢 但是他一樣重判七年四個月 為什麼 你哪怕名稱叫做政治獻金 不論他名稱叫什麼 你只要跟公權力拿去賣 拿到要拿去做好 有對價關係的好處 即使還沒有收到錢 即使還沒收到錢 因為我們在貪污自衛條例 違背職務收回罪 這條裡面叫做行求 起約跟交付 行求不是打人那個行求 是我要求 行求要求 起約是我跟你約定好 我還沒拿錢 交付才是最後的交付 這三個階段是論同樣的犯罪 一樣的 所以他就是 徐永明他一直 他一直抗辯 他一直說 我都沒有拿到錢 沒有沒關係 但是法院照樣重判七年四個月 他沒有拿到錢 他是所有立委裡面判罪請的 因為他還沒有拿到錢 但是像陳超銘 陳超銘他被判是 他有一百萬的政治獻金 進到他政治獻金賺戶 但是後來行賄者說 那個其實就是我拜託他 去喬那個相關的事情 跟諮詢 或者是相關公權力有關 那一筆政治獻金一百萬 就被當作是收賄 所以陳超銘判七年八個月 所以哪怕名義叫做政治獻金 都不是貪污的折修部 同樣的 今天民眾黨在抗辯 那個210萬 都是政治獻金合法申報 在法院從過去在扁案 到後面的立委集體貪毒案 都是同一個見解 你哪怕名義叫做政治獻金 只要跟公權力形成對價關係的時候 一樣是收賄罪 而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在這個案子 在柯文哲案裡面 他的突破口就是朱雅虎認罪行賄 認罪行賄是什麼概念 行賄罪的要件是 我花錢去買你公權力 我花了相關的不正利益 去影響你的公權力 那這個是 如果他說我只是當人頭 有人說朱雅虎認罪 有可能是當人頭 如果只是當人頭 是認罪 可能衛造文書 就不會是認罪行賄 認罪行賄罪的要件就是 有人行賄就有人收賄 他是個對象犯 我今天繳錢給你 然後有一個對象會收錢 然後他的公權力是什麼 他就會有一個具體的內容 朱雅虎會是 在柯文哲案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 認罪的角色 那為什麼朱雅虎認罪 後後還會被收押行賄 因為他認的可能不夠完整 對 他好像只認部分 210萬 你只認210萬 其實對 大家社會 社會觀念也是說 一個圖利 你看法院裁定扣押的是 111.7億的不法利益的獲利 精華城案 你只拿210萬去行賄 合不合理 當然是大家認為顯然不符合比例 但是我要這樣說 就算查到最後 只有小省1500被認為說是 柯文哲收賄 加上這個朱雅虎認罪行賄的210 加起來1700多萬 當然跟100多億是相比還是不成比例 就算是只有這樣 還是可以判刑 為什麼可以判刑 因為我們實務上最常講到的例子 就是說 檢警貨報有一個上游的毒販 進了10公斤的毒品 這10公斤的毒品 檢警破門而入 拿到搜索票破門而入 查到只有一公斤 那另外9公斤呢 不知道 堅不吐食 怎麼樣他都不願意講 因為現在不能行球 不能揍他嘛 所以他怎麼樣都不願意講 不願意講沒辦法 那你會說那1公斤就不用判刑嗎 不會嘛 照判啊 就算找到1公斤也得判 同樣的道理 就算只找到210萬跟1500萬 很大一筆 大家懷疑的那個錢不見了 但是只找到那一部分 應該照判 那個刑度不同 我要這樣講 只要在百萬到千萬 大概刑度都已經很高了 因為這個案子就是10年以上 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嘛 所以百萬跟千萬的收賄的金額 其實就已經是刑度很重 還是說他會影響到 比如說我必須要吐回來的錢不一樣 他會有沒錯 就是沒收的 因為我們刑法一個沒收機制 如果他是收賄的不法利益 他沒收的範圍 所以橘子在逃 其實很多人在懷疑說 他手上是不是會有 所謂的冷錢包的那個 那個PIN碼 就是懷疑說他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相關的重要的金流的證據 那橘子潛逃 國外被北檢發布通緝 這個事情也會是柯文哲被延長羈押 非常致命的室友 因為他是 橘子是柯文哲的貼身帳房嘛 那貼身帳房 至少在目前的這個相關 這個什麼博弈大亨被傳去作證 然後後來就有傳出說 那個錢那個三百萬就是給橘子去經手 代表橘子是有經手錢的人 他也許他沒有能力去做 譬如說收帳啦 或者是他比較大的 但是至少他有經手 有經手你就是可能是共犯 知情人士 對 他至少在場募集吧 至少是募集吧 那他本來是用證人的身份傳他 但是他不願意來 他不願意來在法律上面 他現在北檢把它列為說 他涉及政治現金法 因為你去收人家錢 那我們政治現金法的規定 是就算是政黨的負責人 跟受戶的人員 都是一樣要被救責的 就是說你不能跟人家 收了政治現金之後 把他撕吞掉 你應該要進政治現金樁戶 沒有進去的話就會有法律責任 那除此之外 他還有洗錢防治法的問題 那洗錢防治 洗錢罪的被告 他其實概念就是說 我知道這裡面可能涉及的是犯罪所得 那犯罪所得 我還積極把它隱匿 或者是阻礙國家 對他的刑事上的訴罪 這個都是洗錢防治法的法律的規定 說你不能去藏那些張錢 簡單講是這樣 你不能去藏那些張錢 那他現在列為洗錢防治法的被告 跟政治現金法的被告 發布通緝 對日本而言 其實日本的對於洗錢罪 對洗錢罪是比較在乎的國家 日本是很在乎的 所以我們發布通緝又註銷他的護照之後 其實日本警方可能就會意識到 我們這邊理論上 讓檢察官應該會通報 通報日本警方 就是說這個人他是洗錢罪的通緝犯 過去我們跟日本有一些合作的經驗 雖然我們 目前台日是沒有簽司法互助協議的 沒辦法用引渡的方式把被告抓回來 但是有一些默契 過去在司法互助的精神 在近年有一些像電信詐欺的案件 通緝犯 毒品案件的通緝犯跑到日本去 那日本警方是他就抓人 抓人之後 他因為沒有司法互助 我們不會去警察去跟他做交接 但是他會把這些人送上飛機 然後通知我們警方說這個人 通緝犯要回來了 然後我們的警方就直接在我們的機場 一開車上去逮人 馬上壓解歸案 所以這幾年都是這樣的模式 舉止他可能未來會面臨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他被註銷護照之後 日本因為對於外國人的簽證 他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說 因為簽證是主權的行使 我對外國人能不能在這邊 我可以馬上把他終止他的簽證 然後就讓舉止他變成沒有合法的自由 對 然後他可能就得回來 我們註銷護照 他就沒有合法履行文件 他已經沒有了 所以日本只要去提前終止他的簽證 就可以把他帶回來 另外一個是說 日本可能會 我前面就簽證就給你了 我等簽證到期的時候 你沒辦法換錢 你就變成沒辦法繼續留在那邊 那他就會被簽證期滿回來 所以是時間落差的問題 就日本方要不要提早讓舉止回來 但是在舉止沒有回來之前 柯文哲面臨的就是 你關鍵的共犯 或者關鍵的帳訪再逃 那這就是積壓的事 因為你會串證滅證之餘 而且這個還是極端的風險 他會繼續積壓 那這個繼續積壓 會不會說 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後 柯文哲就得放了 如果到時候舉止還是在外國 沒有回來 那對法官而言 哇 這個被告 雖然起訴之後 以來 我要不要繼續讓他積壓 是法官決定的 在偵查中 檢察官的積壓一次是兩個月 他可以延長積壓一次 所以偵查中最長四個月 四個月完之後 就變成法官去做決定 法官一次裁定積壓是三個月 但是他沒有次數限制 沒有次數限制 所以如果舉止再逃 他會讓柯文哲不斷面臨被積壓的高度風險 因為檢察官延壓 我想是當然一定這樣子做主張 已經申請了 那後面就算起訴之後 法官他也會看 過去有沒有例子 有啊 我剛才講的那個陳前總統的案子 就是扁案 扁案裡面有一個當時媒體下飆 他叫做黃芳彥 也是說是扁的帳房 他逃去美國 沒有回來 陳前總統那個時候案子是怎樣 從積壓 延壓 到後來起訴 起訴之後法官才定去壓 一路壓到判刑定驗 轉做服刑 他是一路壓到底 轉做服刑 為什麼他都說你關鍵帳房再逃啊 所以一路壓到底 有這樣的司法的潛力存在的時候 柯文哲他也要面對同樣的事情 因為涉及的犯罪 第一個是同樣的罪名 跟當時的扁案被涉及 對主張的同樣的罪名 第二個是說 同樣是關鍵帳房 那如果關鍵帳房跑出去的話 柯文哲就要面臨說 長期被羈押 甚至叫羈押到判刑確定 這樣的風險 懂 其實我相信不少民眾 在本週 大家都非常關心這件事 就是柯文的到底會不會被延壓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這個黃定黄律師 在現場跟大家稍微做一個解說 那接下來大家就可以靜待 來看這一週狀況是如何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歡迎在下面留言按讚分享 請問486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哥 謝謝你啊 謝謝你過來 大哥這一台是空清機 看起來很強 這真的很厲害 LG Alpha空清機旗艦款 適用32坪大空間 CASR業界最高12.8 循環扇上下都有 最遠可達9公尺 而且只有486這台旗艦版 才能搭配最新的AI智慧感測器 你看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很厲害 我要買 我要買 現在買再想甜甜價 只在486團購 本節目由486團購提供 擁有最優質的節目 以及最新款的家電 只在486團購